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今天帶大家來看一下朋友的一間古董店 我的這個朋友,他專門經營瓷器古董生意 大家可以看到 佛像 還有 青銅器 好,一樣齁,我們現在看瓷器的時候,都要很小心 不要去碰到 以免把東西給弄破了 會造成麻煩 然後,青銅器 齁 這裏有一些,晶圓時期的小罐子 來看一下 這什麼東西 哇哦 這是佑里紅吧 嗯 來看一下胎 胎,下面 轉過來,翻過來 啊,對 對 這個 元代到明代時期啊 他這個胎,都會有一點火石紅 會比較嚴重,像這樣子 紅紅的 對 然後呢 畫的弓很細 然後,基本上 佑里紅這種東西齁 你會看到他 其實,完全不是紅色 他必須要 有一點點黑 因為他是用銅 做折色劑 上色的 所以說呢 他的顏色會有漸變效果 由紅色到黑色 甚至不是紅色這種顏色 然後會 向外擴散 這是一個雕塑品 一隻豬啊 上下兩隻豬 看起來那是 很像在交配的樣子齁 蠻奇特的 蠻有趣 來看一下豬的屁股 很特別 這壁畫 我又不懂 那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這什麼壁畫 送圓 送圓 我還真的看不懂 它是不是送圓 對啦,壁畫我不是很懂 蕭和月下追寒信 是不是 蕭和月下追寒信 蕭和月下追寒信 是不是 這有點老位喔 所以真正要確認 那種 炒股專家才可以 補兵 還有一些浴器 對,看一下 那個人開店 他是 給他人家跑 他不跑 他當時買這個 他買 我跟他買著 他已經買了十五元 我這個買的 也有十五元 那你真是 這個是很久以前的 律生 你不管他什麼 我都送我買回來 我都不好講 我都已經賠 我就不講 看這樣不要賣 就是這樣而已 別的我 過零 就說 拿著當合適的 來翻那個 翻那個花 我就拿出來 還有一支 看起來像是民國時期的燈籠瓶 底下有一個花芽款 然後 上面是一個苗巾 瞄得很精細 這東西 擺這裡 奇怪 怎麼都沒人買 我知道了 因為好東西都被人家買走了 對不對 還有一對 三彩的獅子 蛤 這個綠柚的玉湖村 有意思 挖刷的 這畫畫得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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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盡量不要買 上面都還有泥土的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 比較不太好 你看我其实还没到这边 怎么下来就一包了就要半个厂吃了 这才定得下来 我一坐下来我就不想动 所以下来我也要马上动 要把它牵住也好 一坐下来我就 让我动啊都不想动 你拍什么啊你要拍拍我这里面啊 要拍这个啊 要拍这种 这个十周牙 哦 对不对 要拍这种开门阔 两个拍这些景点两个一起拍啦 没关系随便拍一盒 上面还有刻字呢 你两个随便拍啦 不要拍那么仔细啊 不必要 要不要拍一盒一盒 嗯 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了 看一盒就好啦 没有说一定要做生意 就一点求生的玩玩就好啦 不要那么认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认真才好啊认真 出现你啊 对啊 谢谢你还记得买给我 哈哈哈哈 有更加借的东西我 哈哈 我没有我都想不起 我还以为你是在外头买的东西 可以踢那么重啊 哎呀 哎呀 没有 有个问题 是我就说 你知道呢 到了后来为什么说 啊不要啦 是不是不能见 你这是什么人登记嘛 登记了也是没有用 我根本不会去翻 這是清代的一個,人頭罐子 清代的罐子,大部分都是沙口 不帶用 然後底竹呢 會有一點點沾沙的現象 非常不錯 這個晶圓時期,最多都是以黑色為主的瓷器 那個罐子阿,緩盤阿,大部分都是以黑色為主 我看這是個,清代的,一個黑柚的罐子 這是一間,早期個人收藏的明袋罐子 好,這是一間,早期個人收藏的明袋罐子齁 好,這是一間,早期個人收藏的明袋罐子齁 那各位可以看到明袋跟清代最大的不同是 明袋罐子,它的口顏其實是有上釉的 好,這邊可以看得到 它的口顏其實是上釉的 那明袋呢,它的青花發色比較接近於藍灰色 就是這個,青花料比較發灰阿 顏色上呢,表現就是,比較 比較接近於,藍色到黑色之間 對,是這樣 那,各位可以看到齁 它的畫法比較好,好放比較自然 這是一個菊花紋 可以看到齁 那麼,清代跟明袋 最大的相同點是,它的底足一樣都會有沾沙現象 尤其是內圈 其實呢,去別人店裡看東西齁 我盡量不講真假的議題 因為這樣很不尊重店主 我是希望說,如果各位網友 有機會到別人店裡去看東西 千萬不要在那個店主的面前 講說這個東西對或不對 這樣子是非常不尊重店主的 好,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觀看